被污蔑成偷手机的人 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衫我耳光 同学都其实我孤立我 最后我患上抑郁症 治病耗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父母劳碌而死 班主任却获得了终身优秀教师奖 光荣退休 因为他是校长亲戚 最终我在病床上痛苦的死去 醒来竟重生回班主任污蔑我偷手机的那天 一部崭新的苹果四手机摆在办公桌上 快说你偷了谁的 班主任逼问我 办公室门口站了许多看热闹的同学 我脸上火辣的疼 这是他抓我来办公室之前 我顶嘴 他给了我两个耳光 谁主张谁举证 我冷冷的问 班主任瞪了我一眼 你怎么跟老师说话的 真没教养 不愧是剪破烂的养的 我听见有人嘲讽道 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1027 我第无数便解释道 谁知道是不是你偷到手后改的 班主任轻蔑的说 我发了白眼 一屁股坐到地上跟他们号着 一直号到放学 没人来认领手机 班主任到下班时间了 他不耐烦的赶我 算了你走吧 我站起来 趁他不注意 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反手甩了两巴掌 老东西还当我是任人宰割的高中生呢 班主任几时受过这种气 他额头轻轻抱起 扬起胳膊就要还手 我躲过了 你诬赖我 你向我道歉 其他老师上来劝架 算了算了 你诬赖我偷手机 你打我你骂我爸妈 你就该给我道歉 我的要求很合理 可是没人帮我说话 小别三本事没有 脾气不小 班主任骂道 我不谢 反正比你有本事 我说的是真话 因为我已经活 过一次了 好啊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考年纪第一啊 你能考上我就给你道歉 班主任冷笑两声 考不上自愿留级 别当我学生 行你说的 在所有老师见证下 我跟班主任立下试约 我父母是卖废品的 高中入学时 他俩把学校里拆出剩下的废纸盒子 都收走了 跟捡到宝藏似的 我又生气又心疼 昨天 我妈突然神秘兮兮的塞给我一个礼盒 小贩爸妈没给你买不好东西 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爸妈攒钱买的 礼盒里是一部苹果丝手机 这部手机售价五千 是我爸妈半年的收入 我不肯收 但他们死活不愿意退掉 他们一直觉得亏欠我 从入学那天开始 别人给我起绰号垃圾妹 班主任马老师 经常在课堂上叫我 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别像你父母一样上一试 全班的歧视和冷暴力 让我患上抑郁症 要求还考 马老师说我矫情 为了给我治病 家底被掏空 父母劳碌而死 而马老师 获得终身优秀教师奖 光荣退休 因为他是校长亲戚 我在病床上心脏剧痛 心梗猝死 醒来竟重生回班主任 污蔑我偷手机的那天 我抢回了那个苹果死手机 这是我少年时 拥有的最贵重的东西 等到失去之后 我才懂 我父母勤俭节日 一辈子成事善良 毫无保留的爱我 他们是令我自豪的 父母该道歉的不是他们 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我整理好衣服 高高兴兴的放学回家 吃过晚饭 我爸说今天都买了电话卡 家里宽带也装好了 电话卡站在一页广告纸上 一个男人在 冲浪标题中国电信天一三季 太快了呀 现在还没有进入四季时代呢 电话卡每个月的流量包是10M 手机拍照也就几十K 这么多流量完全够用了 手机应用商店里很空旷 我下的软件 每秒几百K 什么听歌软件视频 软件游戏软件 都不屑于做手机应用 因为网络实在是太卡了 好无聊啊 我忍不住抱怨 哪里有抱怨 哪里就有机会 我脑中忽然冒出 这句互联网大拿的名言 在行业起步的初期 是一片荒芜 也是一片蓝海 而在我短暂的一生中 最大的风口 就是移动平台的崛起 这次重生 我准备赌一波大的 第二天起来 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端向自己 记忆中我长相非常普通 没钱打扮 高中三年 都是吐气自卑的女孩 没想到多年后 再次跟少女的自己见面 她没有黑眼圈 头发乌黑浓密 身材健康 全身都是活力 不需要猛灌黑咖啡来提神 果然年轻就是最好的美容 穿上白色运动鞋 把校服T恤衣起 一脚进宽松的校服胃裤 反向抓夹 扎一个蓬松的高马尾 手外上戴一条红绳做配饰 这样打扮起来 还有母有样的 我每每去上学 在班级门口 就被马老师扣住了衣服 拽出来不准戴首饰 长头发回家剪了 高中是学习的地方 你当来选美啊 马老师大声数落我 教室里的同学在偷笑 其实学校没有规定 不让刘长发 我的红绳也不算首饰 有些人不是第一次 当老师没经验 是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后 忘了怎么当 忍了我爱有 有您在这 我要是来选美 可不就是冠军了吗 教室爆发出一阵大笑 马老师发火了学犯 少给我耍嘴皮子 就你这样 别说一本了 连专科都没得上 马老师是老教师中 唯一有一本学历的 一等奖学金 而他就是个 本科稀烂的小菜机 就这还想教我做事 我回到教室 我校师是重点高中 声源非常好 我的入学成绩只在中有 要在第一学期 就考到年纪第一很难 毕竟我早把高中知识忘惯了 马老师可能就是 认定我做不到 才跟我打赌 我听课十分钟 觉得进度实在太慢了 患病后我已经习惯自学 上这种大班课 只是耽误我的时间 我把教科书全都倒出来 从头翻到尾 梳理脉络 这是我自创的雪花思维图 像画雪花一样 先画脉络 再画分叉 最后补充实力 这样整理出来的笔记 非常直观 记忆性强 一上午的时间 我把所有科目的思维图 整理好了 上午的大课间要跑操 同学们都离开教室 最后还有一个男生在睡觉 空荡的教室 就剩他一个人了 我们座位是按成绩排的 他坐在最后一排 应该是垫底吧 我读书时跟同学没啥交往 不记得他是谁 在操场上跑步时 我脑子也没显着 我计划先从视频号做起 赚到第一桶金带投资 现代视频网站 是某酷某斗的天下 版权意识 不若初始流量比较分散 是下场的好时机 动手之前 我必须明确自己的优势 受众和以后的变现渠道 我跟在方阵中间跑步 脑子走神 好几次踩到前排同学的脚 让我禁不下心考虑这些 这时 后排男生突然发出一阵哄笑 我回头看 一个胖女生被甩在队后面 他高高胖胖 满头大汗 边跑边一手扶着腰 大口喘气 露出一子牙套 当然我也不记得他是谁 但我的注意力全被他吸引了 他能独占一个赛道跑操 好牛逼啊 不行 我必须送到他身边的VIP席位 我挤出方阵 挨着他跑步 胖女生气喘吁吁的看向我 马老师本来正在最理圈监督跑操 他见我又不服管教 果然过来找我麻烦 薛饭归队 报告老师 我不舒服 我大声说 你哪不舒服了 少装被我来月经了 花花糖写 我转身冲马老师决定 不信你看 马老师老脸一黑 可能是觉得谈论月经很晦气 杜娜的女生真娇气 走了你真来那个了 胖女生担心的问我 你需要卫生巾吗 我教室理由 我笑了没用 我骗她的 胖女生呼吱呼吱喘气 面露不解 我觉得自由多了 全身贯注就规划 跑操结束 我问胖女生的名字 我叫屈姨 姨表个姨 她虽然很大只 说话却细声细气的 像个软乎乎的大白熊 我问她 为什么你不用在方阵里跑操啊 我太胖了 跟不上速度 她低声说 嗨马老师 比你胖她跟一圈就不跑了 比你差远了 欧一被我逗乐 软乎乎的脸 笑起来红润好看 她说班主任太小心眼了 是针对你 昨天早上我看见的那部手机 你一早就带着的 她说你偷别人 她真坏我跑去办公室解释 可是根本没人信 我从不知道有这回事 谢谢你 我以后能跟你一起跑步吗 好啊好啊 她笑得更开心了 我们回到教室时 那个最后排的男生醒了 他懒洋洋的靠在椅子背上 身材高大结实 短发过耳 黑皮浓烟 外形酷似阴稀毒入狱的科系男性 我当年真是有眼无珠 竟错过这等帅哥 曲一你快看 那男的超帅 曲一赶紧捂住我的嘴 别被小哥听见了 她是个街溜子 就说附近学校的小混混都听她了 我决定做学习笔记分享类账号 我考察过视频网站 用户一大半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我有独特的整理笔记方法 也了解应试教育的痛点 我自己是高中女生 所以我更偏向女性受众 可以做成首张式笔记 这种笔记排版优美 装饰漂亮 封面就能吸引流量 流量多起来以后 我还能带货 电子学习工具变现 当然这么想想很简单 实操起来 还要随时根据数据 调整运营策略 我制定了初期方案后 翻出我从小存的零花钱 买了大量花里胡哨的文具 做视频很花时间 我决定以后就不做作业了 反正也没什么用 我家里没有电脑 得去网吧制作视频 这年头还有很多黑网吧 未成年也可以进 我不想被爸妈发现 在学校附近找一家 也是我每天白天做笔记讲文案 晚上用手机拍视频 隔天去网吧制作视频并发布 一周过去 我做的比较 熟练的同时 贺科老师也把我不教作业的状 告诉班主任哪 班主任痛提我不写作业 把老师的话到耳旁风让他说找了 马老师是教物理的 他的课我用来补教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讲 俗话说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尤其是女生 不如男生聪明 就更要用功学习 我翻个身继续睡觉 马老师不爽我很久了 他似乎在找时机 给我致命一击 在讲到一道大题时 他点名叫我薛范 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站起来达到我不会 这么简单都不会 马老师表情有点得意 耳朵长驴毛了 没听到我刚才讲什么呀 我点点头 确实没听 马老师没想到我油烟不尽 面色顿时发青 薛范你爹妈辛苦 剪破烂工你读书 你就这么回报他呢 这句话激起了同学们的优越感 很多人开始起哄垃圾妹 垃圾妹高中 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即便是成年的我 面对这些半大孩子的恶意 还是忍不住攥紧了拳头 马老师看我生气 又换上一副愉悦的笑脸 你快别站在这么好的位置了 走最后一排去吧 正合我意 我快速收拾东西 搬到了最后一排 经过取义时 我看到他气得全身发抖 但是他的胆子太小了 他用课本盖住脸 不敢看我 我倒落的清静 可以专心干我的活了 最后一排只有我跟萧哥 他来上学 似乎只干两件事换课和睡觉 所以四手五入 后排只有我自己 我全天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 上午学习和做题 下午第一节课午睡 后三节课做账号内容 偶尔萧哥醒了 发现他多了个同桌 但他毫无兴趣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直到期中考试结束 我考了年纪五十名 比如学进度五百个名次 学期过一半了 你还记得赌约吧 马老师往班级门口一站 向了没气惯 他当众被我扇了两耳光 不给我点教训 想必不会罢休 赌约之后 仅过一个月就期中考试 我只顾着肯高一高二的知识 没来得及复习 记得我那天要用手机 给您录视频呢 我大摇大摆的 选了最后一排座位 马老师有期没出发泄 成绩退步的同学 都被他一通臭骂 最后一个选择的是肖哥 他比马老师高一头 需要弯个腰 从老师手里拿卷子 要卷子你 还有脸要卷子一面 没有一个对勾 智力正常的人 能考这个分数 小别三 你平时不是婚事会吗 你不如直接跟你大哥 去收高利贷吧 被抓还能白吃白喝 肖哥没有吭声 班里坐着的同学 低眉顺目 不敢说话 我实在听不下去 站起来准备出去 薛范你干什么 我扣扣耳朵 我耳朵脏了 出去洗洗 马老师用食指着我 孔莫横飞 老师在讲话 应有没有礼貌 前排有同学偷偷回头看我 我的表演运一下就起来了 报告老师 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有礼貌 微笑待人 不说脏话 我立正站好 大声说道 我希望所有人都有妈妈 教室里应有憋笑声 同学愣捂着肚子 肩膀抖得很辛苦 马老师成了小丑 他用力把卷子揉成一团 向我丢来 我一伸手接住 然后小跑着从后门溜了 到了晚自习 我溜回来 肖哥已在后黑板发呆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起他的试卷 还揣在我兜里 于是 展屏准备还给他 我随便扫了一眼位 你数学一共得了20分 有10分是最后一大题的 我感觉新奇 竟像熟人一样谈论肖哥 这个代数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 射成三角函数来做的 他看向我 满脸疑问 犹豫了片刻 把卷子翻面告诉我 第一个题目有公式 比例很像 我就照搬了 他说话清晰有力 音色饱满 我同注意滚落 我不由得贴近他 说你这家伙很聪明吗 要是好好听课 进步一定很快 他似乎在反对和赞成之间 权衡了一秒 然后把头偏向一侧摁 第二天早自习 肖哥竟然主动拿出了英语书 他的课本是崭新的 连名字都没有写 肖哥从头翻了几页 没有头绪 又从背面翻到单词表 unabandon 他试图读单词 从手字母A开始 读了四个 也没动静了 我抬头一看 他黯然入睡 他的书里有安眠药吗 你要教肖个读书 疯了吧体育课室 我跟曲姨说了我的计划 他大惊失色 不是他威胁你吗 他是不是要你 替他考试 不然就把你打残 曲姨用小胖手捂住嘴巴 没有按你从哪看的 我给他解释 我觉得他是想学习的 但是基础太差 捡不起来了 基础差怪谁呀 我劝你少管他 龙腹与蛇听过吧 东郭先生与郎 我条件反射好 见于老太太什么没事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善笑道 这节体育课打排球 我俩光顾着聊天 没注意到排球飞来砸在我胸口上 却一惊叫一声 跑过来查看我 三五成群的男生在跑步 围上来看热闹 曲大姨把垃圾被砸伤咯 曲大姨快背着好朋友去医务室啊 难怪别人叫他名字时 总是紧没弄眼 我想到去介绍自己的名字时 特意强调是哪个字 我知道告诉他我没事 他突然抓住我手腕 大不留心的离开操场 曲姨是我高中的第一个朋友 自从我俩大客间一起跑操 我们逐渐变熟 午饭和晚饭也会一起去食堂打饭 今天晚饭时间 曲姨不在座位上 我手机给他发消息也不会 我去你厕所洗手 隐约听见某个隔间传来抽烟的声音 我听出是曲姨 我敲敲隔间的门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他不哭了 憋气装作不在 我都听见了 跟我去操场上走走吧 我好难受 我都结识一星期了 今早还是胖了两斤 操场上曲姨跟我诉苦 我一直觉得他软软糯糯的 外形很可爱 从不知道他有着烦恼 接着我问他 是啊我一周都没吃肉了 每天晚饭就吃一碗油泼面 曲姨绝嘴说 这发酱比以前少一半 我晚上太饿了 下晚自己再买一份水果捞 为什么要减肥 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 我实话实说 没好了 丑死了我毒 曲姨声音突然变小 我都花200斤了我 可是你有1米75啊 这身高我做梦都想要 曲姨以我父母比我戴牙套 我都不敢张嘴笑 我牙齿角 正要花万把块呢 有些人成年了 都不舍得花这钱 曲姨一愣 真的吗 我发现 虽然家境不同 青少年 大概都曾对自己不合群的特质自卑过 但我还是必须要瘦 校服没我能穿的马 我每次走方阵都被点名 曲姨一委屈的说 我考虑了一会儿 正好我也要强身健体 就说你不要结识了 我帮你安排饮食 下午跟我一起运动 保证你变瘦 曲姨表示不信 你弄瘦 又没有减过肥 我错了 我不是要帮你减肥 是要帮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月 我运营的账号有了起色 我账号的同质化内容并不多 我参考YouTuber的优质模板 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买 推广优质的内容 加上更新频繁 我很快积累起粉丝 粉丝破签时 我接到了第一个商单 是某品牌的点读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电子词点 是比较常见的教育类电子产品 点读机这种产品刚上市 正是商家大力推广 占领市场的阶段 所以某品牌私信我 希望作为素人为他们推广 所谓素人接单 就是在自己的账号 给大家安利好物 不要有恰犯痕迹 推广费不高 保底分成模式 我接这单 到手只有几百块 从我的渠道 进入商城下单的另算分成 至少回本了 不亏一连几天 我都在视频里 使用品牌方产品 我写文案 把产品花得天花乱坠 巴巴的 盼着多拿点分成 你在画什么 小狗问我 他看到我在笔记本上 画学画思维图 他这人帅得很有存在感 他盯着我看时 我就很难 专心工作 快期末考了 我再从头整理 这一学期的重点和错题 我把笔记本地给他看 你从来不记笔记 我可以借给你复习的 我给他介绍了 这份思维导图怎么用 这次他难得没有犯困 这节是语文课 我给他讲化学 老师在台上大奖 我在下面小奖 这就是坏学生享有的自由吧 讲到第二圈 他打断我这里听不懂 那就是说前面都听懂了 真不赖肖哥 似乎对我的夸奖很受用 我在他崭新的课本上标注重点 再给他找一些基础习题做 虽然去一趟 都说肖哥是校爸 但他并不难相处 他只是懒得理人罢了 可我偏偏是一个 喜欢做死的性格 为你真的在混社会吗 肖哥从笔记中回过神 混社会你听谁说的 那天班主任说的吗 听说附近学校的小混混 都听你的 肖哥从鼻孔里笑出了声 眼睛弯起来 没办法有人特地来找我约假 我在校门口揍了几人 有同学看脸就传开了吧 区域成不欺我 他就是校爸 本爸我语气顿时小心翼翼 所以你真的有很多小弟 打负他们之后 确实有挺多人叫我大哥的 我脑中浮现出雨中的校园 两派不良 在大哥带领下火拼的场景 哇那你不就是热血高校里的小立群 太帅了吧 吃这么多 晚上我把我套餐里的菜和肉分他 用他的米饭拌菜汤吃 我解释你需要多吃纤维和蛋白 有食物热效应 能售米饭给我 我爱吃真的假的 虚一半信半疑 这么吃上一个月 不是我给你钱 我要你钱干什么 虚一嘟嘟囔囔的说 我边吃饭边 开始刷我的账号主页 因为特别期待多拿点分成 一有空我就忍不住刷 10M的流量包捉金见肘 今天的评论区不太对劲 妈呀 博主那台学习机好贵 点击链接 一看药医 000 恰饭吧 博主才高中生 怎么不学好呢 果然是差生 文句多呀 我皱着眉往下翻了翻 阴阳怪气的评论 是刚刚出现的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却一脸好奇 该不会是在跟男生聊天吧 你在想提吃 我笑着关了网络 决定还是专心复习 利用网络赚钱 果然不会一帆风顺 经过几轮复习 我做模拟卷子 已经可以达到 错题率低于5% 上一世的经验告诉我 我只要能超越 自己的考试成绩 排名就不可能低 距离期末考试 还有一周 我每天晚自习最后一个走 早自习第一个来 除了不想输 也是为了给家里省点电费 持续高功率运转 让我身心俱疲 竟然趴在课桌上睡了一上午 午休时有人把我戳醒 未未 醒醒我睁眼看到 萧哥在戳我胳膊 风水轮流转 竟轮到萧哥叫醒我了 不过他确实很久 没在课上睡觉了 有时甚至还会听讲 学到这么累干啥 你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萧哥问我 我揉着眼睛 看到他手机正在播视频 热血高校最后一集 他发现了 黑脸一红 把手机吸屏 搞什么反应 跟个纯情高中声势的 他还真是 我说你挺上进的 之前他妈一直睡觉啊 害我初中都在训练 听不懂课 老师一开口我就困了 我问学练萧哥 我爸是开武术班的 我从小打过种比赛 但是青少年省选拔赛被刷了 我爸一时不知道该让我干嘛 就交钱来这里上高中 至少有个大学生 我素然起劲 原来是练家子 难怪有人找他约嫁 他挠了后脑勺 你是第一个夸我聪明的 我想好好读书试试 这个不善言辞的人 真诚发言 搞得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俩双双脑头 这一处考场 就知道期末考试稳了 题目全都在我预料之中 我就等着陆班主任的道歉视频 发学校论坛好了 学范考得不错啊 这么高兴 欧一在考场门外等我 我看他也很高兴 看起来你也考得不错 哎呀我可不知道 他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去食堂 我跟你说 我今天一撑 你猜清了多少 清了时间 我天啊这才一个月 照着速度下去 一年还不得瘦一百斤 我笑着说没骗你吧 继续保持 现在考完试了 我终于有时间 看看我的视频主页 这一看 立刻把考案试的好心情浇灭 最新评论全都是恶评 纯营消耗都取关了吧 产品太差 我家孩子用的成绩一落千丈 都是抄的文案了 我没想到这年代 大家对恰犯的接受度正低 却一见我眉头紧锁 撇了一眼手机屏幕仪 这是你的账号吗 曝光量不低呢 我爸公司最近新开了视频业务 你想不想跟他聊一下 曲一突然双眼发光 对啊放假了 你来我家玩吧 曲一的话点醒了我 管他是水君还是红眼病 黑红也是红 我何不趁着机会多捞点流量 叔叔开公司啊 好厉害 能够我的网址吗 曲一传给我一条网址 我坦率承认恰饭 然后开始卖惨 反正现在不要求实名制 半丑爵也没什么 家里是困难户 想做副业补贴家用 虽然这个商单能让全家吃上肉菜 但我也不该利用大家信任赚这点钱 产品我用过几次 确实很贵 最后出了二手 给父母买新衣服 家里好像过年一样 我放上破旧的住处照片和恶平截图 我搬到把小凳子 再被烟熏黑的炉灶旁拍笔记 带上环境 视频标题改成剪破烂少女挑战 接单第一天 我发现贫穷是一把双刃剑 一面会被别人的优越感割伤自己 一面可以利用同情心收割韭菜 明明事实没有变 越惨的人越有道德优势 第二天醒来 这条视频互动量上万 我还是有一些火粉的 高中生很容易被煽动 再加上我的茶言茶语 评论的话题从产品好不好用 变成了高中生该专心学习 还是补贴家用 我点进商城 发现我的渠道单量翻倍 我心中大喜 赶紧提现一部分给父母买东西 顺便又能出几个视频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台灵榜上白纸黑字印的第一名薛范 我举着卷子 在马老师眼前晃了晃 他装看不到 转头开始布置寒假作业 马老师布置完作业 重重颗粒长串 仿佛嗓子被农坛堵上了 薛范下课来我办公室 我跟他走出教室 回头冲区一几几眼 他不明所以 但是有点担心 于是小心地跟着过来 到了办公室 马老师一屁股坐进他的电脑椅 我在办公桌前站着 马老师斜眼看了看四周 还有几个老师在备科学 范你这次期末考得不错 给班级体争光了 奖励你下学期 搬回第三排 但是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课 不要打扰周围同学 我冷眼看他 等他神说道歉 马老师又说 但是也不要太骄傲 我见过很多女孩 高一成绩不错 高二课程 难度提上来 成绩一下就被男孩赶超了 男孩妈没女孩努力 但是脑子聪明 那全年级的男孩 没有一个超过我 岂不是又没脑子又不努力 我不耐烦地说 别浪费我时间 赶紧道歉 我说得很大声 立刻吸引了所有老师的注意 屁都不懂 马老师趴下站起来 娘们都这样 婆婆妈妈一点小事咬着不放 当初在老师们面前立下试约 而且办公室还有很多女老师 也不爽马老师很久 好几道目光扎向他 沉寂了几分钟 马老师哼了一声 重又坐下 当时老师搞错了 手机是你的 好 我退了一步 打开手机 录像对着马老师 请面对镜头跟我念 高一五班班主任 污蔑学生薛范偷窃 并殴打薛范 特此向薛范道歉 我是无耻小人 枉为人师 求求薛范原谅我吧 我专注看手机屏幕 没想到 马老师一个箭步冲过来 一拳抡在我手背 少给我得寸进尺 手机屏幕摔在地上 瞬间碎裂 我不顾手背的疼痛 呆呆看着被摔碎的手机 有其他老师过来挡在我身前 过分了呀 马老师这可是年纪第一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家 马老师脸红脖子粗 怒鹤你们没听见他怎么说 这要是气死我 他陪得起吗 我蹲下一片一片 捡起屏幕的碎片 捧在手里 我说当初你在所有同学面前 诬赖我 你就应该在所有同学面前 对我道歉 但老师们忙着劝慰马老师 只有一个温柔的女老师 对我说快走吧 扶我走出办公室 我走出门外 回头大喊一声 你一定会后悔的 屈一就在办公室外 眼睛里泪光闪烁 别用手拿筷 我这里有手帕 屈一用手帕 帮我包起碎玻璃 他脸上滑过泪水 估计是被吓到了 我问他刚才的都拍到了吗 曲一一泪眼婆娑 但眼神里都是厌恶 当然从你们一进办公室 就开始录了 我们是马老师 带的最后一届了 我们毕业后 马老师就要准备退休 不带学生了 你知道吗 他是校长亲戚 你不该惹他的 屈一小心翼翼的说 万一影响升学呢 这些事我早就知道 上一世我就是怕影响升学 忍受他的侮辱 和全班的冷暴力 我没有朋友 也不敢告诉父母 生生把自己逼出抑郁症 寒假第一天你就来吧 我把去一录的视频 传到自己手机上 跟他约好 放学时我点开视频 主业热度持续升高 甚至还创了一个话题 警号高中生 学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 我的粉丝量破五 000评论区出现了一批 道德标兵为我说话 互联网的记忆 果然是短暂的 去一家在学校旁边的新小区 小区们能同时 容纳四辆车进出 气派的门帘写着香服 新居 我们家什么时候 也能住进这样的房子 就好了 欧姨穿着家居服到门口接我 我穿着校服 尽量打扮得体 我想我是年纪第一 曲姨说分年纪第一晚 总不会被她父母嫌弃 没想到曲姨静人就说爸妈 这就是薛范 我最好的朋友 我惊讶地看向她 哎呀 耳朵都起茧子了 因为体态丰满的美妇 过来笑盈盈 帮我拿书包 快进来做吧 我家孩子天天说 你今天终于见到了 去一爸爸端着果盘从厨房走出来 他穿一身深蓝色家居服 身材高大结实 跟去一妈妈很有夫妻像 去一妈妈不满道 也俩没个正型 也不换身衣服 就接待客人了 我赶紧说没事没事 我第一次来曲姨家里做客 倒像是他们的老熟人一样 我们坐在沙发上 聊了会学校的事 曲姨爸爸提起 听说在你在做视频号 曲姨一抢答 他粉丝超多 还帮人做广告赚钱呢 家长并不惊讶 一看他就没少在家夸我 我因为做广告被人骂 我最近改变运营策略 曲姨爸爸很感兴趣哦 细说我事先做过功课 曲姨爸爸公司发展的视频平台 刚起步 标新立异 按标签分类推荐 网页比较清新 适合案例种草类 内容我有备而来 用U盘带了一个72页的 PPT介绍自己 我借用曲姨的笔记本电脑 图文并茂的讲了 账号规划和变现策略 饶师提问者也没想到 说的这么细 是学校教这个吗 曲姨爸爸问 我说没有 我想做点副业 帮帮家里下点功夫 那你下的功夫可不小 我说多谢鼓励 曲姨爸爸强调说这是真心话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 曲姨妈妈便给我们切水果 我便像讲故事一样 讲我的规划 这是一个MCN雏形 我将我的运营策略 分享给几个新账号 平台及推荐 账号的收益 给我和平台分成 这样既能给平台引流 我也不用实际生产内容了 我努力向曲姨爸爸引荐自己 即便规划泡汤 能走后门拿些推荐也好 欧一爸的客套 说你还是高中生 能想到这些 很有远见吗 但他没说会不会给我支持 只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然后我们转而聊别的 送我回家时 去一脚下的对我挤几眼 放心吧 他那个表情 就是在认真考虑了 第二天 我接到了去爸爸的电话 让我带着PPT去公司谈 这一谈 竟把同学爸爸谈成了我自己的老板 我的MCN出行 跟平台运营的方向比较吻合 但我的实际经验太少 先兼职实习 我潜意识没能进入社会 所以格外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同组的大哥大姐说 我比正式员工还拼 下班后 我用U盘考了学习资料 赞进网吧继续学 今天 我在常去的网吧 遇见一个熟面孔 嗨你也在这 我拍了拍小哥的背 他一机灵 擦掉某推塔网游的页面 学买你来网吧干什么 我坐在他旁边的空位 熟练的开机插U盘 来学习呀 你呢 肖哥目瞪口呆 网吧的光污染 将他一张帅脸 照得五光十色 来网吧学习 我家里没电脑 网吧的屏幕又大 网速又快 特别适合学习 我看他眼妆 昨天真的问 你也是爱学习的呀 对对我也是爱学习的 我看肖哥拧着眉头 不情不愿地打开一个教学网站 这小子竟还有形象包袱 我在这边认真学运营和内容创作 他在一旁不停滑鼠标滑轮 同一排的其他男生 冲他喊大哥 加个盾啊 残血的大哥 来团战了 别发呆啊 他跟被踩了尾巴一样喊回去 谁是你大哥 别叫我转过头偷笑 这样学习了半个月 半年后回公司 我的MCN计划开始推进了 公司与几个同类视频号签约 让我直接对接 因为我还是未成年 需爸爸帮忙做了认证 建立账户 我有这层关系 完全不担心会被坑钱 一心扑在管理新账号上 与此同时 我自己的账号粉丝破十万 也接到几个商单 我软饭硬吃 毫不必会恰饭赚钱 评论区两极分化严重 播主接到单了 恭喜恭喜 你们真信啊 摆摊而已 互联网乞丐罢了 家里穷的肉都吃不上 拍视频的设备这么好 我知道 这个账号的流量 全是博眼球的来的 这样倒也正常 骂归骂 接单收入 就是我低单的十几倍 当然与MCN的 分成收益比起来 这只是小偷 我眼看着账户里的余额 超过了四位数 心情激动 我开始物色有潜力的 移动平台软件 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 寒假不到一个月 我过得像一年一样漫长 开学时同事们 甚至还给我办了一个欢送会 今年过年比较晚 二月份才开学 我带着新买的笔记本电脑 心情愉悦的来到教室 我用手机联系 NCN成员 管理投资产品 电脑做视频 无聊就翻翻课本 竟比假期还要清闲许多 当然也不用在意流量费了 手头宽裕之后 我看以前那些 对我爱答不理的同学 也觉得有点憨态可居了 早肖哥 我对眼皮打架的高个同桌说 肖哥打着喝歉 揉了把眼睛 哦他期末考试考得不错 在班里排名中有 本来按照成绩选座位 能靠前座了 他还是选了最后一排 等他看清我的装备之后 不禁大叫牛逼 你这电脑什么配置 我转过屏幕给他看 商务本打不了Dota Dota什么东西 没听说过 他心虚起来 他兴致勃勃盯着电脑 你直接在教室里玩啊 不会被没收吗 我冷哼一声 我是年纪第一 没人管我 他这话提醒了我 关于年纪第一的赌约 还有人没兑现 确实哦 你真牛逼 削个坐下来 你上学期教我的复习方法很管用 我这大腿是抱对了 他咧嘴一笑 露出整齐的牙齿 对了 你爱吃巧克力吗 他突然问道 巧克力 在我印象里 是好吃但很贵的零食 我哪里舍得吃 我没怎么吃过 我在商场里看到 一种巧克力叫费列罗 一盒要一百多 贵得吓死人 费列罗 满嘴谎话的小姑娘 她手机用最新款苹果四 视频里的环境 当然也都是假的 我一脸就猜到 匿名者是谁 这条评论挑起了 更多恶言恶语 我看着心烦 随手删除了评论 马上新的匿名评论出现了 匿名我刚才那条评论 被博主删了 幸好我截图了 匿名博主是怕我断了她的财路 要封我的口呢 这小姑娘可不简单 不仅达老师 还早恋跟社会青年混在一起 天天泡网吧 我知道早就有一批黑粉 等着戳穿我 这照片一发到网上 我就离被开河不染了 我咬牙切齿 直奔班主任办公室 一进门 马老师正在把玩手机 你他妈是故意的 我猛拍他的办公桌 喝他吃笑一声 就你这点脑子 还想在网上赚钱 别做白人梦了 骗子取关了 祝你全家不得好死 好好做视频不行吗 竟想着赚钱 现在翻车了吧 亏我当初还那么喜欢你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不停收到私信谩骂 我想到马老师 那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全然不在乎 我被网到的后果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下课时 我听见有人在偷偷议论我 我看过去 他们立刻低下头装写作业 我无心听课 想一上午要不要消耗 跑路我已经获得 稳定收入的渠道 现在最好的做法 是规避风险 避免影响进一步扩大 但我最后决定继续下去 我已经厌倦了 被不实的指控伤害 上一时我想不明白 也许是我没钱没事 所以得到尊重 其实不对 是我一味的退让 才让他们的优越感膨胀 我回复了匿名评论 首先视频里的环境 都是真实的 就在我家厨房拍的 手机是我父母攒钱 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你造谣我是偷的 我才还手了 删你评论是因为你发我照片 暴露我的个人信息 我发完不久 突然冒出一批 自称是我同学的评论 不管怎么说 打老师就是不对 老师辛辛苦苦教育你 批评你也是为你好 懂不懂换位思考啊 这女生跟我同班 她不听课 也不写作业 这笔记应该是抄别人的 人家用割韭菜的钱 买了新电脑呢 我的回复很快 被他们压到后面 翻不到了 果然是闹链 叫不醒装睡的人 再简单的事情 也跟五伤耳朵人解释不清 我趴在课桌上 把手机搁在桌子下面翻 突然有一个人向我走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蓄意黑着脸都吭声 闷头拽着 我去你厕所隔间 你准备怎么处理那些评论 她在隔间悄悄问我 哦 她关注我这个账号了 所以也知道那些拱火评论 我没想好 我先关闭评论区吧 不能关评论区 她双眼圆争 要留下证据 那些同学平时没影的 骂你的时候倒是全出来了 蓄意恨恨的说 他们知道你什么呀 你的家庭 你的学习成绩 你受过什么委屈 凭什么只看到表面就开喷了 你把所有评论截图 导出一份文件发给我 我问干什么别 以为隔着网线就能隐身了 我要带到我爸的公司去人肉他们 区域下午请假 我忘了她的空座位 希望叔叔能安慰安慰她 我打开手机 几百条陌生人私信爆出来 其中有几条让我汗毛倒数的消息 你看这条路眼熟吗 照片都是我放学回家的路 长这么好看 拍点别的视频 肯定更火 放学后陪我们玩玩 帮你拍视频 自己一个人来 敢带别人就别指望 以后消停去 一让我别关评论区 留证据指一个下午 我就收到了人身威胁 每个课间 我都不敢离开座位 我装作复习课本 内心站立 总不能整晚都躲在学校吧 我没办法跟爸妈解释 你还不回家啊 消可吃完晚饭回来 懒洋洋的背上书包 准备放学 他从来不上晚自习 我双眼紧盯着屏幕 我不回家哦 消可看了看我 他总是一副 对什么都不上心的样子 他走出几步 弯腰捡起地上 一张碾草纸 揉成一团 然后他转身 做出投篮的动作 像我投了一个纸团 正中满门 我从紧张中回过神 扭头看他 眼神对上 那刻他脸上散漫的表情消失了 他眼中分明映出 我自己极度恐惧的脸 出什么事了 在他的质问下 我把私信拿给他看 大致说明了现况 消可放下书包 抱着手臂45度 仰望天花板 你别怕下了晚自习 你照常回家 我悄悄跟着 你不会有事我一个人走吗 消可皱眉 给引他们现身 抓不到的话 以后麻烦 他想了想 站起来往外走 你要去哪 消可邪眉一笑 时间还早 我做点安排 晚自习结束 后消可迟迟没有回来 只给我发消息说 准备好了 那我先走 我忐忑不安的踏上放学路 我家住在垃圾站旁边的 临时板房里 独立一户 下晚自习后 路上没有行人 在路灯边远 我仍然看见 三个成年人蹲在路边 我走过去 他们站起来 不声不响地打量我 我低下头 走得飞快 而我最担心的是 发声了 他们开始尾随我 我抓紧书包袋子 突然撒腿狂奔 背后那三人也开始追 我心脏通通直跳 猛然撞了一个怀抱 十多个混混排成一排 最前方有一个 高大帅气的男生领头 一伙人霸气登场 小葛在路灯下 捋了捋碎发 就撒人啊 我还以为三十人呢 这场景似曾相识 我忍不住惊叫出声 原志 这家伙为了 cause热血高效力的小力寻 还特意抹了个油头 不是想拍视频吗 今天好好给你们拍一个 他一声令下 附近街区的混混 争先恐后的围上去 混乱中 萧葛护送我到家 可能是吊桥效应 跟他两人独处时 我心跳得更大声了 这就是你家萧葛 私下旺旺 记住位置了 明天我也会来送你上学的 第二天到学校 欧一得意洋洋的来找我 你都不知道我半天干了多少事 快夸我 欧一给我一份名单 我把他们网报造谣的评论 拿去公正了 然后我爸公司的人 帮忙联系网站运营 拿这个公正证据 威胁 从运营商那里 把用户信息都套出来 这就是网报 你的人人名单怎么样 要告他们吗 我还没搭枪 名单被一把抢走 就他们几对啊 你俩不急吧 我拿走抄一份 先找他们玩玩 蓄意这才注意到 护送我上学的萧哥 他一双小鹿眼睁得比昨天还大 萧哥不以为意 把我的书包递给我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个礼盒 给你废烈罗 他潇洒地走了 欧一使劲咬我胳膊 情人节情人节 这死柜的东西确实好吃 我用公正材料 起诉了名单上的所有人 欧一爸爸 找了法律顾问帮我们 司法流程走得很慢 期间小鬼经常去关照他们 最后判决了一大笔名誉损失费 我大手一挥 承包了 蓄意和小鬼医学期的伙食费 那几人像安蠢一样锁头 之后就只有马老师还在蹦的 不过他也威风不了多久了 蓄意你知道专制网包的buff是什么吗 不需任何代价 光这一招 就让吃瓜群众 占我这边的buff 蓄意求之若渴的问我是什么呀 我排出一份中度抑郁症病情证明 我回忆着上一世的精神状态 很容易搞来的这份病情证明 马老师就是占了信息差的先机 占领了道德高地 那我给自己身边之前 先叠上政治正确的buff 用魔法打败魔法 就是我的计划 一切准备就绪 我把前因后果 广告人员的判决术病情证明 一并上传到我的账号 教师霸凌学生 致意与轻生 话题被同事创造出来 去意吸取了之前的经验 提前养了一批水军 热度升高后 他用小号试试 爆出了马老师摔我手机的视频 因为之前马老师捏我的热评 原本就有很多路人在关注事情走向 这回评论区直接炸锅 反转来了 诉诉吃瓜 同款班主任 到底是谁 灌输给他们这种男生更聪明的观念呢 他都抑郁症了 还想怎样啊 马老师嚣张惯了 他在视频里的本色出眼 拉满了仇恨纸 或者说有许许多多个马老师 藏在转发的学生心里 这个视频的热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 我是实名举报 评论区很多人爱投我学校高层 我们学校是传统的公立学校 没有专门的网络账号运营 这波关注度让学校凑手不及 我周围的同学自然也都知道了这件事 在封闭的高中 一点点八卦都会被翻来覆去咀嚼好久 更别说成为网络话题的主角了 我以为马老师会继续来找麻烦 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走到哪都会被学生偷拍 就是他哦 五班的班倒 哈哈 毕东海大叔 老师老师 请问你把人逼到抑郁症是为什么呀 在一群凑热闹的学生面前 马老师也尝到了白口莫辩的滋味 学校方找我约谈 需要删除关于学校的不当言论 我红着眼眶说 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同意删除 等我从校长室出来 看到有同学举着手机在拍我 我仿佛承受不住一样 崩溃大哭 挡着脸大叫别拍了 让我能顺利毕业吧 我随机删除视频 按照学校的要求说了一通官话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的积蓄可以随便换一所高中上学 比起添油加醋 更惹人怀疑的是欲盖弥彰 评论中有人上传了我被约谈的照片 被封口了 好可怕 竟然威胁学生不给毕业 已经跟教育局举报了息 望彻查马老师跟校长的亲戚关系 原本是他的单书体卷 现在却成了最需要避讳的东西 为了稀释宁人 学校最后发了一则通告 我校教师马明远 言行适当有为教师 行为规范 现已解除聘用 他收拾东西离开办公室 那天我去了 他早早来到办公室 为了避开学生和其他老师 我得到消息提前等 在校门口 我看到他抱着一个大纸箱 几十年积攒的个人物品 塞得满满当当 门为何来得早的学生看着他偷笑 他脸憋得通红 满头大汗 我忽然有点不忍 为一个在行业内工作了几十年 落得这样下场的普通打工人 我叫着他马老师 你现在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马老师看到我 攥紧手指 口气恶狠狠的说 这不是我笑网红吗 我落伍了 没想到你有一群脑残粉 我是错了 错在不该发那条评论 我笑了刚才的一点点 不忍消散无踪 我提醒他马老师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道歉 最近移动平台的更新换代 真是神速 不过两年功夫 又冒出很多新兴案 在未来占据垄断地位的公司 也在起立 我因为占有普通人 不具备的信息优势 投资的产品回报丰厚 我不禁感慨 原来有些钱 真的是大风刮来的 我有充足的本金 把重心全部转移到 投资和理财上 我的视频号 在那次风波之后 就不发任何恰犯内容了 偶尔分享一下生活 评论区早没有之前那些争吵 留下的都是岁月静好的老熟人 进入高三后 学业繁重 连课间都没有人走动了 蓄意打算报考传媒类专业 目标远大 他现在身材高巧匀称 想必会成为传媒大学的 校花级人物 萧格把文化课成绩 提上来之后 打算报体育大学试试 想到我以后 会有个体育生男友 我还有点小激动 对马老师诬赖我的话说不少 就只有早恋这点 让他说早了 至于我自己 我早就瞅准 Top1的财经大学 准备了很久 自主招生考试 我考完面试那天 晕头转向的回到教室区域 冲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 面试顺利嘛 我点点头 稳得只要文化刻过线就行 哇真好 听说财大的校园特别美 到时候咱俩进去到处拍照 好朋友圈文案我都想好了 我跟屈翼 天下第一 最最好 屈翼双眼射出光芒 亢奋的教导 最最好最最好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插进来 天下第二好 我是第一 最最好小哥跨着训练包 在门口挑衅的看着屈翼 屈翼目光转冷 女人说话呢 男的少插嘴 他们两个都比我高 不光交锋 在我够不到的地方 家庭环境太影响 营养摄入了 爱瞎闹了一会 去一凑近 跟我说你听说了吗 学校打算拼他回来了 我当然知道 当时的通告 只是避避风头而已 哪会真的因为网络舆论 解雇在边教师 马老师当时走得不声不响 可能也是得到保证了吧 即便有人议论 也先不起什么风浪了 互联网没有记忆 我却是有记忆的 我很感激母校栽培我 愿意为了母校建设 尽年博之力 薛范以个人名义 捐助母校一百万人民币 只有一个条件 我在校长室里拿 出一份捐款合同 条件就是 马明远老师 在全校师生面前 向我做出道歉声明 并形成书面文件 改到我满意为止 合同由法律顾问和校职工看过 具有合法效力 只是校长没见过 如此离奇的合同 表示怀疑 不用怀疑 这钱对我来说是小数目 但对学校应该用途很大 咱们学校的跑道是没砸的 注意板凳都很旧 现在 区县的私立学校 都用投影评上课了 市里的钱很难批下来吧 我不急谈了几次 学校跟我签了合同 我没有做任何让步 周一升旗一式结束后 马老师和我走上宣讲台 两年而已 他老了好多 他的病脚全白了 两三下垂 双眼无法聚焦 哆哆嗦嗦的掏出老花镜带上 而我身子挺拔 马上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是高一五班的班主任 今天面向全体师生 要对薛范同学说一声对不起 老师没有任何证据 仅仅是看你家境贫寒 擅自主张你偷了别人的手机 后来爱面子就不认错 让薛范同学承受了许多压力 全场压却无声 只有一个对位的老人 在颤抖着道歉 这封道歉信我提前审过 知道上面是什么内容 即便如此 听得他亲口念出 看得他逐渐如湿的眼角 我还是唏嘘不已 这一声道歉 我等了太久了 仅仅为了这一声道歉 我几乎倾尽全力 两年之后 他的道歉 我相信是真诚的 因为我所受的误解和压力 我已经全数奉还给他 今日秋高气爽 我在看这座破旧的校园 并不是什么黑暗深渊 台下的同学们 不过是稚气味 拖的愚昧小孩 而马老师 他竟跟我一样高 身体虚弱 一点小小的病痛 就能把他摧毁了 世界突然恢复了原貌 我正值青春 全文晚